小王子弄巧成拙 害得桃子和皮皮分手 哎 这上回皮皮和桃子哄我凑皮肤 害得我损失两百多大呀 我不得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不是关系好吗 我就来 嘿嘿嘿 一坨桃桃你过来 你是谁呀 不用管我是谁 我现在告诉你 皮皮她已经爱上别人了 怎么可能 不信 那我就跟你说说 男朋友不爱你的三种表现 第一种 嫌弃你打游戏菜 不和你玩 不可能 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赶紧去皮皮那里一趟 皮皮哥哥是吧 你谁呀 别管我是谁 你要明白桃子在利用你上分 不可能 你自己想想看 哪次不是找你打牌位 有别的时候吗 等到圆梦最高段位 会直接和你分手 我已经预感到 桃子马上要来找你上分了 哈哈 吵起来 看我这时不整哭你们 桃子生气了 跑了跑了 我没说错吧 你还可以试试说她胖 不行 她最讨厌我说她胖了 你不懂 如果真的爱你 你说什么都不会生气 也对哦 我没有骗你吧 呃 你在说说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嫌弃你胖 她不会吧 你试试就知道了 这剧情开始按照我的发展了 哎呀 我真的是聪明啊 这下桃子是真生气啊 是吧 你这么苗条 皮皮都嫌弃你胖 你快告诉我啊 我最后一种表现 最后一种是最致命的 她将不再对你表现爱意 不会的不会的 我要去问清楚 这下午变回自己吧 嘿 皮皮桃子 我们去玩吧 我们分手吧 玩什么玩 嘿嘿嘿嘿 呃 太好了 我好像玩过头了